绝对没见过这么聪明的老板 别人家帝王蟹一次性吃完 他家的帝王蟹却做到了可持续在吃 刚上岸的帝王蟹 有经验的刀工师傅会趁着鲜活马上进行处理 剪刀熟练地剪下蟹腿 由于螃蟹特殊的身体结构 只要身体没有功能性损伤 缺失的蟹腿会在三个月后重新长出 老板根据这一特性开了这家帝王蟹蟹有店 别看小店不大 老板在自家水池里养了几万只帝王蟹 源源不断地提供蟹腿 这种只取用蟹腿制作的人心化处理手法 巧妙规避了帝王蟹蟹生甘柴无味的弊端的同时 还能将极致鲜甜的蟹腿做到可持续在吃 剪刀耐心剔下剔透晶莹的蟹肉 这个过程必须十分精准迅速 对于这个追求极致鲜食的当地来说 哪怕有一丝怠慢 都会影响蟹肉极致的鲜味跟嫩滑口感 旁边更是摆放冰块降低周围温度的同时 也能让蟹肉尽快锁住口感 沉入盘中就能送到有缘人手里 如山岸般重叠的肉质散发出难以言喻的海味 待到蟹肉被空气唤醒 蟹肉的品尝就准备就绪了 这早已不再是普通的蟹柳 吃上一盘就足以让普通人一天白干